沿318国道近藏 在中途遇到两辆近藏的房车 而这两位大哥很热情地邀请我们进房车内部参观 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房车自驾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 我们在欢迎中国西部自驾 现在到达了西藏的左贡县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所以有一种特殊的美食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来买粽子了 因为今天是端午节 但是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估计已经过了端午节好久了 端午快乐 端午快乐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粽子可以买 新年快乐 现在我们在西藏的左贡县 有一个大超市 这应该是这个县城最大的超市了 不知道能找到 看一看能不能买到 因为在这边一直没买到没看到 怎么有的 牛腹的 这都要附 都是笋子 牛腹 看它附多少钱 不像在这边附也行 我们已经买到了粽子 现在粽子是8元 30块钱买了4个粽子 就是一个粽子7块5 7块5 好贵的粽子 不过端午节还是要吃粽子的 好贵 我们准备找个地方接水 然后煮一下这个粽子 我们还顺便买了明天早上要吃的西红柿鸡蛋 反命菜 去找接水的地方了 一桶水在饭馆接的 我刚才在这个华府宴餐厅 然后进去的时候认了老板特别热情 我说我要接点水 他还问我是不是要接热水 就喝的那种水 我说没有 我说接这个自来水就可以了 然后老板就让我在那边接水 把那个水接满之后就走了 我感觉好像就做生意的 就这种能量 心态很平和 觉得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感觉他好像就是四空见惯了 今天好像来了有人在这块接水 而且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四川老乡特别多 虽然整个西藏四川老乡都多 但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基本上见到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刚去超市 也都说的是四川老乡 四川老乡 我们现在就找地方煮粽子了 把车开到左供县城边缘后 我们找到了一处有路灯的平地 粽子做起来就简单很多了 只需要我们将它放到锅里边 这个火风还是很大的 放到锅里边煮熟它就行了 我们选择的是前粽子 因为我们毕竟是北方人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甜咸粽子大战 又开始了 咸甜之争 粽子已经放到锅里面了 让它慢慢煮吧 把防风的放上 要不然的话 这个火一会就被吹灭了 顺便我们也会盖上我们的锅盖 我们的 不锈钢锅盖 OK 等吧 看到我们做饭后 隔壁房车正在洗漱的姐姐 也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在煮这个粽子 没有没有 很开心的 那怎么这样煮啊 你没有那个蒸锅吗 放底下放水 这样都塌塌了 咋吃啊 没关系啊 还有这种说法 我们在家也是这样煮啊 光吃粽子啊 吃个粽子嘛 晚上晚上不准备吃 但想着今天过节嘛 那你住哪啊 你们俩 帐篷 帐篷吧 今天找个人 那边有个什么镇子的话 忘名字 那你们睡这儿去呗 这儿 感觉得是不太好吧 你们找一个 你们睡车上呀 你们在车上呀 没关系 其实我们车上也可以睡 但有什么东西太麻烦了 你们也去西藏 我现在不就在西藏了吗 现在就在西藏了 我还没到啊 这其实是边缘 刚进 您的意思是拉萨是吧 对啊 我们还要去阿里那边 我们也没进行吧 你们出来多久了 我们出来有十年 我们九号出来 九号出来 今天十十四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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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差不多 你也是九号 对我们是 我们是上个月九号 上个月九号 对对对 你们到哪了 我们先去云南 就后边那个 我们后边有个路线图 就走的比较远一点 咱现在在 现在不是走的这么多吗 大理 然后现在现在到这儿了 一天到这儿了 你们九零后九几的 九七的 我跟我这场是牛的 对 我们这里面放的衣服 对衣服呀 褥子呀 啥玩意儿都在里面放着 还是有个房车 我看你们这个挺好的呀 你们这个大房车 这是B型房车 你看到没 进去打通 打通 我们能继续看一下不 你可以呀 特别想要一个这个 哈哈哈 这个下来得多少钱 让大叔给你讲讲 房车多少钱 这房车整个下来 买的早 三年以前 全下来是四十个万 四十个 这么贵啊 四十五万 我的天啊 您这个里边有灯吗 我想看 可以开灯 拍一下 拍一下给你 拍一下 电视音响什么都有 快 我得关掉 有蚊子 你要拍照吗 我拍了 哎呀 这个可以啊 喜欢 就在这一车架爬梯上面行李箱行李下 这个电 电上面有电太阳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个电的话是咋来了 它是有个逆变器 车开起来就充电 我的车传着十度电 十度电 那肯定够有 我们的才一度多电 那还能往上开空调 可以啊 我现在俩空调 一个住宿空调 一个行车 这个是多大的排量啊 2.5 2.5T 这个大概一公里多少钱 才有 百公里九升油吧 哦 下面有水箱 装了二十升的水 不是 二百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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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水箱好像是十升的 二百升 我们的卫生间还能用水 这个车也给下来 他买了 我们能看一下这个车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 哦 我也想看一下您的车可以吗 二十 哇 好温馨啊 好温馨啊 哦 温馨啊 这个氛围灯是您家的还是本来就有 哪个 这是先装好的 哇 天啊 这一搜 哦 这个是可以说 这个是座椅还是可以那个啥做人的 对 这个床床多大啊 这个啊 床 五米三四 我说床 床啊 嗯 这是这样的啊 这是一米一米八吧 一米七八是多少 完了这边是一米三 哦那后边还有个电视嘞 对啊数据电视 我这两个人就够了是吧 数据移动WiFi 哦这还有WiFi 我自己带的 哦哦您自己带的 随身WiFi 哦我也带了 我也带这个 这就是前面还有这些东西 一个小柜子 自己带的 这个桌子很有用 想都没想过 有个小工作坛 不这是水槽的 哦您下边这个是冰箱 还有微波炉 还有微波子 还有微波炉 空调 这电能够用吗 够用啊 跑一天的话 就不用100公里以后就可以 8度电 7度6 7度6 哦这个这个 这个下边 您还有质氧机的 我这是准备往那边跑 这是不限别人的 那么这不是表吗 这照明那盒那什么动力的 这太太太好了 您这个是排量是多少 我这个啊 2.0T 2.0T的 油耗 这是柴油还是汽油 汽油的 汽油的 一公里多少钱啊 一块钱吧 一块钱 那有点贵 我们那个差不多 汽车还是五六毛 3.4吨 3.4吨 那确实重重 哎呦您这床 睡两个人没问题 两个人没问题 哦哦哦 温馨的小家 我这可以睡三人 前面还可以睡 前面 前面的座椅可以转 哦就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转过来一把 整个垫的一垫 裸车三十万 办完之后是 三十五万 三十五啊 买点那些吧 走完了 哦您这个车是啥时候的呀 几几年的 一九年的 一九年的 哦 也就三年啊 我们去弄粽子了啊 去吃吧 哎呀好谢谢 房车是真地舒服 看得心动 好了我们的粽子已经做好了 站到这里呢就已经可以闻到那个粽子的那个味道很香啊 咱没有糖 如果有糖或者蜂蜜 哦 这才有个糖有个蜂蜜 这才是完美的 不过还是这样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再过新年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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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应该会过中秋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一点味道都没有 可是我们没有糖 好难受啊 你借点糖先 这次从不打工厉 看来哪里用 我们准备去他们那块 看借点糖 有没有糖 因为这个糖确实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没有味道 就是味如嚼辣 您带有糖吗 能给我们弄点 我们买了个粽子 结果没有味道 我们还是习惯吃甜粽子 好好谢谢 感谢 真的做菜有 都很快乐 好 谢谢 来 分糖了 甜甜的粽子 好 我们的甜粽子 完成了 太香了 我受不了了 现在吃一下 有了糖之后 太开心了 瞬间感觉不一样了 糖就是幸福感 多吃糖就多一点幸福 其实呢在西安 大家一般吃粽子喜欢放蜂蜜 就是西安的蜂蜜粮度是非常有名的 如果大家来西安的话 一定没有错过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白茶糖呢 换成蜂蜜 蜂蜜 而且是凉的 我们慢慢吃凉粽多一些 然后豆沙的或者纯白的那种 纯米的 吃过粽子之后 我们就要继续上路了 那我们走了啊大哥 我们走了 走了我们不在这住 我们在别人 好 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那我们刚刚告别了这两位大哥和大姐 然后继续出发找露营地了 看他们的房车真的是好玩 而且他们的日子感觉过得好 对啊 我感觉他们也就是慢慢走很享受 嗯 享受这个过程 离开左供县之后 我们来到郊外寻找适合搭帐篷的地方 刚才听到前面有人在说话 好像真的是好地方 但我们就怕明天早上有人收费 不过好死有人打帐篷 嗯 好死 帐篷 因为在这打帐篷 不是吧 你们也是在露营的吗 对 出嫁游的 对 找地方 涂布 涂布的 然后今天晚上在这儿露营吧 哎呦 厉害了 可以可以 您涂布到哪儿啊 我到拉萨 拉萨 这刚做完饭 我来做饭了 明天早晚再收拾 这边是个露营地 这边是个露营地 对 你说会不会有人收费啊 没有收费的 没有收费的 我们就怕大个帐篷全明天早上被人收费 有可能的 这是公共的地儿吗 是公共场所 哦 我看着也像 山东徒步到拉萨 是山东的 您是16318徒步过去吗 哦 你东西也全呀 我这啥都有吧 有没有做饭的呀 什么 我们也是刚做完饭 然后找露营地的 你这儿缺啥 我要不给你 没有我该有的都有 水呀 氧气啥的 你每天早上是几点走 早上是八九点开始走 然后走到晚上 没有 我一般十点走到下午六点 五六点 六点多吧 哦就停了 告别这位徒步的大哥后 我们也准备搭帐篷休息了 可以看一下 现在晚上的温度是13摄氏度 车内 还可以 外面估计在10度左右吧 就是该后边的 那现在已经到帐篷里边来了 其实那边有更好的露营地 但我们不确定那边是公共的 还是私人的地方 但是确实是没有栏杆 然后很大一片空地 对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厕所旁边搭帐篷了 对这个厕所上面写的是公共卫生间 它门口这一片空地 应该也是公共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用车挡住了 那边是318国道 所以说还好 今天已经盖上了这个后的 确实变老啊 天亮了 对刚刚车内的温度都是13度 现在估计到10度 9度10度左右了 收拾一下就跟人睡觉了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